现在工作很难找 有钱科记录的人更是受到歧视 最近有包商向市议员陈丽娜陈琴 说高铁有许多工程标案 禁止录用有钱科记录的更生人 对此陈丽娜痛批 高铁怎么可以连劳动工作的机会都不给 根本就是就业歧视 不满高铁在相关劳动标案契约 限制承包商不得雇用有不良钱科者 造成更生人想争取工作机会 却面临被拒绝的困境 市议员陈丽娜批评高铁有就业歧视 他们在特殊技能上面 譬如说高铁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那在这些单位 他们是会帮更生人做训练 当他们发现就是说在高铁 其实在标案里头去注明的 就是不能有犯罪前科记录的部分 然后他们发现 他们所受训的这批更生人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上线 为这个社会来工作的 陈丽娜服务处最近接获包商 陈勤指出高铁在五月份 就有多达22件工程标案 包括水电维修 设备保养 工程修缮等体力粗活 相关采购合约里 限制包商员工不得有前科记录 让想纯靠体力工作的更生人 连工作机会都没有 希望为更生人争取工作机会 高铁像这样子已经有六成以上 是国家资金进驻的一家公司 其实几乎是等于国营了 但是他带头的出来做违宪的动作 其实是相当相当的不应该 那我们这个社会事实上 也应该要给更生人一个机会 对于更生人重返社会后 面临求职处处碰壁的情况 曾经也是更生人 目前自行创业的刘家国 也出面声援 希望社会能多给更生人机会 刘家国说已经为自己犯错行为 付出代价的更生人 重返社会后都希望能重新生活 但是连想纯靠体力劳动的工作 都无法获得 这样的下场真的很悲惨 对此陈丽娜也将进一步协助寻求 是否有法令解套的办法 保障人民工作权 港独新闻李正道黄澜君 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唯三 小伙子 大原导